桃園的一條河流被廢水污染 結果成了芋頭牛奶河 像這樣子濃濃白白的紫色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上游 中壢有一間顏料工廠 沒有處理過的顏料 直接倒了進去 真的太誇張 你看龍松在這邊整個 這樣怎麼吃啊 全程水深搭配的不是清澈小溪 放眼望去整條河子的冒泡 濃郁顏色就像芋頭牛奶 讓附近居民氣得報警 到底又是哪家黑心工廠亂排廢水 旁邊有農作物嘛 那我覺得這樣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現在這樣種了菜 然後吃在人體裡面 紫色污染物綿延三公里 還流入農田 原本一片綠油油灌溉水稻 硬生生變成紫色 農作物被污水殘害 環保局繽紛三路展開地毯式搜索 果然在上游逮到罪魁禍首 中立一家顏料工廠把沒處理過的廢水 直接倒進河裡嚴重破壞生態 除以最高罰款300萬的罰款之外 如果再被我們查獲它類似同樣的一個偷牌行為的話 我們下次不排得樂利停工 省掉污水處理費偷牌在河裡 無量業者花大自然的成本賺自己的錢 環保局要祭出重罰 不過亂排水層出不窮 罰款對業者而言九牛一毛 似乎怎麼罰也罰不怕 記者王小華 余晨璇 桃園採訪報導